国际的最新消息 美国一名连环炸弹恐怖分子 在今天已经在监狱里去世 享受81岁 这是绰号大学炸弹课的泰德·卡辛斯基 他曾是加州大学博客来分校最年轻教授 不过却从1978年到1996年 声称为了对抗现代科技 在17年里祭出了16枚炸弹 一共导致3个人死亡 20多人受伤 而且每次犯案几乎都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而在这个期间 FBI出动了500多名探员 花费了数百万的美金 才把人给逮捕了 卡辛斯基在牢房里去世 死因还有待调查